今天是2024年11月14日 正所謂施比壽更有福 有時我們都會看到有些機構叫大家捐一些不要的東西出來 去幫助一些弱勢社群 而坦白說作為一個香港人 有時身邊有些不要的東西都未必會一二三扔掉它 都會看看那些物品可不可以捐出去 捐出去之後那些物品會不會幫到其他有需要的人 而近日香港就出現了一個個案 有一個慈善機構 就表示希望大家捐些錢去幫助一個被稱之為家圖四壁的個案 但是這個個案在這個慈善團體報導出來之後 就引起了網民的討論和恥笑 除了顛覆了大家對家圖四壁的認知之外 更加揭發了這個慈善機構 懷疑叫大家捐款為名 實際就念財為實 而這個慈善團體為了解話就再出了個聲明 但是網友就更加不收貨 就表示這個聲明就令到整件事越描越黑 那到底是哪一個慈善機構發生了什麼事呢 而所謂的家圖四壁又是不是家圖四壁呢 而這個慈善團體到底又說了什麼 發表了什麼聲明令到件事越描越黑呢 版主搜集資料之後 今天又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先留言之前 之後就再給個Like Like完之後 如果覺得影片是OK的 就記得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未訂閱的就記得訂閱一個 支持一下 希望所有進來看影片的人 都做足這幾樣東西 謝謝大家 那今次成為網絡焦點的慈善機構 就叫做儲光計劃 那根據網頁的資料 他們就在2007年成立 就不斷推動環境保護 和關懷弱勢社群 要環保形式 招援有需要的人士 實踐環保扶貧 回收助人的理念 並以達至推動環境保護工作 和關懷弱勢社群作為終止 由他們創立至今 到現在超過16年 就舉辦了多個環保扶貧項目 就以回收傢俱、舊鞋、舊衣 甚至環保宣傳活動 來減少資源浪費 和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 同時利用資源分配 就輔助一些貧困的人士 他們就更加表示 他們曾經服務過不同的對象 包括一些無家者 單親家庭 獨居老人 基層學生 低收入家庭 商殘人士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同時帶領旗下兩間社企 推動環保 曙光搬運 和加添曙光 而今次成為網上熱話的個案 就是這個曙光計劃 在他們的Facebook專頁發佈了一個個案 他們就表示 他們收到由社工轉介的緊急求助個案 他們了解了個案之後 馬上探訪求助人 了解求助人的狀況和需要 經過他們的同事了解過之後 他們知道求助人的困難和每天要面對什麼挑戰 他們就表示 求助人就告訴他們 求助人在去年接受手術之後 身體就變得非常之虛弱 完全喪失了工作能力 另外求助人的妻子 也都不幸患上抑鬱症 令到本來已經困難的日子就變得更加困難 而更加令人心痛的是 原來求助人一家四口 即是兩個大人連同兩個小朋友 就因為沒有錢買床 就令到每晚都要睡在地脊上 還未能安裝到熱水爐去洗澡 更加表示 由於現在都11月 天氣就開始轉涼 他們就希望可以及時幫到這個家庭 讓他們一家可以得到一個應有的家居環境 之後他們就有些描述 例如香港的貧富魚殊差距真的很大 又說其實見到很多個案 求助人都是沒有床睡的 更加就表示 他們自己本身都資源短缺 但他們見到有這樣的求助個案 亦都不忍心事而不見 即使再艱難 他們都會去幫助 最後他們就更加表示 如果大家都希望出一分力 可以成為他們的義工 亦都可以透過捐款 直接幫助求助個案 如果大家就這樣看文字 或者聽版主的就感描述 都會覺得個個案都幾嚴重下 試想像一下 兩個大人都做不到事 又要照顧兩個小孩 但同時間 家庭就一件家屍都沒有 床都沒得睡 理論上就真的要盡快援助一下他們 就算不幫大人也好 起碼都幫小孩嘛 但是 當大家看到這個求助個案 實際情況的相片之後 大家的想法 就突然之間來過180度的大轉變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四張相片 就是儲光計劃在他的Facebook專頁那裡刊登了出來的 大家就會發現 原來所謂的家圖四壁 就是住在這個一眼看下去都已經覺得大過400呎 甚至呢 500呎都來的單位 然後地板呢 還要是雲石地板 大家就可能會說 單位是雲石地板而已 說不定那四個人真是很窮的呢 但是就有網民就發現 這四張相片裏面 其實就藏著大量的資訊在那裡 首先呢 網友就發現這一張相片裏面 這一家四口用的呢 其實就是一些貴價的香油來的 那就更加表示 只是這張相片拍到的這一套香油 都起碼3000元以上的了 那其他網友就更加表示 就發現呢 有iPad呀 cogee 皮帶呀 cogee 手袋呀 等等的物品 那你其實就質疑呢 這一家人根本就是裝窮 不是真窮 有錢用貴價東西 沒有錢買家具 那麼就企圖呢 騙取社會的援助 騙取NGO的援助 甚至呢就質疑呢 這些NGO呢 援助若小為名 就斂財 那之後 曙光計劃呢 都應該知道這件事就出事的了 那所以呢 就趕快就把原post 遞了 就在他們的Facebook專頁那裡 就出了一篇聲明 那由於整篇聲明呢 就太長了 板著呢 就讀些重點給大家聽 他們就表示呢 自己自2007年成立之後呢 很多社工都認識他們 所以他們每一天呢 就會收到大量由社工轉介給他們的求助個案 而每一個求助個案呢 社工都會清楚列明求助人的資料啦 現在居住的環境啦 相片啦 以及要申請什麼物資 另外社工都會解釋很多個案呢 就需要什麼的幫助 那之後呢 他們就會收到轉介信之後 就會看看相關的資料 看看哪些是急一點啦 哪些要捉一些幫啦 那樣的 還有他們呢 也都會去到現場 實地探訪和度赤 不過他們就表示呢 想到求助人家裡的時候呢 基本上都不會有很多的審問啦 或者調查的 就說避免有雪上加傷的感覺 不希望挑起求助人的情緒 最後他們就更加表示呢 他們就說相信社工轉介的個案 以及全部要的資訊呢 社工都提供了給他們的了 那其實呢 短短的一段字呢 他們就把全部的責任 即是說呢 加圖四壁的提問不符啊 到底個案有沒有被誇大啊 這一家四口有沒有用名貴的東西啊 諸如處理的問題呢 就一概不回答 就把這隻鑊射回給社工 簡單來說呢 就就是說 所有資料都是社工給我的 我們上去之後呢 是看一看環境 量量量量量 看看他需要什麼的而已 至於資料正不正確啊 有沒有誇張啊 有沒有催大了啊 那些呢 那些我們就不檢查的了 那然後呢 我們看他剛才的機構簡介的時候呢 他們都說主打自己是捐家師 搞環保的 那為什麼無端端又要叫人捐錢呢 那他們就表示呢 對咯 為什麼二手家師會產生行政費呢 他說其實就是運輸費來的 就更加表示呢 最主要呢 都是搬運費用 因為他們需要請司機啦 裝賊師傅 以及搬運工 在香港不同的地方收集捐贈者的二手家師 還要提前一天呢 搬去倉那裡簡單的這樣 這樣收拾一下 清潔啦 收緊螺絲啦 再送回求助人單位那裡 那所以呢 他每座一個個案的成本呢 其實就要三千元至五千元左右 最後他們就更加表示呢 他們初步了解了這個求助人的情況 就說呢 其實這個求助人呢 大概半年前才上到公屋 公屋內的基本設施呢 都是收樓的時候有的啦 但一直都沒有能力購買基本的家師呢 才將個個案轉介了給他們 他們就更加表示呢 其實求助人呢 就沒有要求直接需要金錢援助的 只是希望要有些二手家師而已 那那些網友聽到之後呢 就再一次踢爆 他們根本就是借援助為名 臉財為實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剛才他們就說到啦 要他們捐錢的原因呢 就是為了幫助這個個案呢 他們又要浪費運輸費 浪費工人 浪費車錢呢 就先拿了一些舊家師回來 然後呢就重新裝陷 做清潔 然後呢 才可以送去受助人的單位那裡的 那但是呢 就有網友踢爆 其實早在11月4號的時候呢 想捐家師給他們 但他們就表示呢 自己的倉的家師就已經滿了 不需要再接受家師轉贈 那就是說呢 根本他們就不需要浪費一筆錢 又去拿家師 因為那些家師呢 實際上就已經在那個倉那裡 那除非這間NGO解釋呢 去自己的倉那裡拿東西都要成本 而這些成本呢 都是要靠捐贈才可以維持到的話呢 那真是無話可說 而剛才他們不是說 大部分的成本是搬運費來的 但我們現在回頭看回機構簡介呢 你介紹的時候 你自己旗下不是有一間搬運公司 那即是怎樣呢 即是你自己作為一間NGO 出糧給你自己的員工 出糧給你自己旗下的公司 就都是要靠捐款才可以維持到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那說到最後 最重要的就是求助人 到底是不是住公屋呢 就有網友踢爆 喂 公屋如果是新收樓的話 一般呢 房屋署就會給你清水樓 根本就不會是地下鋪雲石的間局 再加上呢 有網友就更加表示 公屋就不會有這個職 開這個間局的 那所以呢 網友就懷疑呢 根本這個個案就不是住公屋 就認為這個NGO機構 說的內容不盡不實 那所以去到最後呢 剛才的那一篇聲明 他們出了不夠兩個小時之後呢 都已經再delete了 幸好呢 網絡上面都有不少的媒體 就將這段字就cap了下來 那板主才可以讀給大家聽的 那所以說到尾呢 沒錯啊 斯比秀更有福 但似乎呢 香港亦都有不少的機構 騙取了香港人的同情心 援助為名 臉財為實 就正等於呢 近年都已經有很多香港人呢 就質疑現在星期三啊 星期六賣期的那些機構 到底是一些什麼的機構 他們到底需要些什麼援助 援助到底有多少錢 落到他們的袋子一樣 那就坦白說啦 板主都一把年多了 板主以前呢 捐來捐去的機構呢 就都是保良局的 但是呢 近年這些幫人的機構啊 或者叫人捐錢的機構呢 就越開越多 多到現在呢 板主都分不清到底是什麼機構 是幫什麼人的啦 那坦白說啦 如果情況再是這樣下去的話呢 香港人的同情心呢 終有一天呢 就會被他們騙光 久而久之呢 就會令到香港人呢 就不願意再幫人的啦 那當然 板主就不是一口斷定 說這個個案是完全騙人的 但是希望這些NGO去援助人的時候呢 就真的要查清楚 到底他們是不是真的需要援助 是不是值得援助 還有呢 應該要了解清楚 受助人的背景是怎樣的 而不是呢 一有事的時候呢 就賴到社工那裡 哦 這些資料呢 是社工告訴我而已 我們負責捐物資而已 那坦白說啦 那麼大個NGO機構 有事的時候 你將這隻鑊射給社工的話 其實呢 就會顯得你後面做行政 做支援的那幫人呢 就更加沒有用的 那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這些NGO的老闆呢 就更加沒有用的 因為試想像一下 如果你作為NGO背後的老闆 或者我們叫做主席啦 你請了那幫這樣的人回來 去管理你的NGO的話 出了事啦 你作為主席 或者你背後幫忙的那幫人呢 就只會把這隻鑊射給社工的話 那到底是不是一個合適的做法呢 那這個呢 就真的要他們自己研究啦 那好啦 版主的評論呢 今天又來到這裡 那不知大家怎樣看這個個案呢 大家認不認爲 他們這個個案真是家徒四壁呢 又或者大家怎樣評價 這間NGO的機構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下條片 感谢观看